这刚倒了一批肥料 因为现在这边全部种的是番茄 需要有机肥比较多 朋友们 刚才我们已经到库房里面 看了看我们现在新进的这批有机肥 那么有些农民朋友们会问 进这么多有机肥是干什么用的 因为我们这块主要种番茄 对于番茄来讲 要想种出一个高口感 那么它讲究的就是一个碳氮比 所以说离不开有机肥的使用 无论咱们在做底肥 或者是在做追肥 都可以去使用有机肥 在做底肥的时候 一般咱们在悬更之前 就可以去使用有机肥 另外就是说咱们在做追肥的时候 你比如像这个 已经是定制完了 咱们这个番茄 在做追肥的时候 顺住这个沟稍微是挖一个深度 一般是7公分左右 然后把有机肥直接洒到里面 然后我们开始进浇水就可以了 另外因为刚才咱们看到了 这个有机肥主要里面 掺的有微生物菌剂 它主要是来调理土壤的一个团力结构 也就是调理土壤的一个活性 另外一部分就是讲究 这个番茄因为每年我们在种植的时候 都会去大量的使用一些化肥 比如大量的这个蛋铃甲 所以说也会造成这个土壤板结 或者说是番茄的口感上不去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这个有机肥 做底肥 包括做追肥的时候 都应该去配合这个大量元素肥 那么配合这个大量元素肥 应该是在什么时候追肥呢 也就是说这个番茄一碎果 开始挂果以后 长到像鸡蛋这么大的时候 我们开始进行追肥 那么追肥的时候 应该以什么样的肥料为主呢 有些朋友呢 以这个充施肥为主 也有一部分朋友呢 是自己配置的肥料 傅老师呢是建议啊 咱们呢是一亩地 可以呢使用这个尿素 可以使用六公斤 另外呢就是硫酸钾 可以使用到八公斤 或者说呢也可以使用这个水溶肥 就是高甲型的水溶肥啊 就可以了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 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期我们又见面了 本期呢 我想和他们朋友们聊一聊 关于咱们番茄呀 在种植的过程中 应该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品种的选择 咱们农户呢 有的是以市场上 比如说热销的 以产量为主的啊 这样的一些品种选择 那么咱们在栽植的时候啊 可以适当性的啊 进行一下吸植 因为这些产量为主的 这些品种呢 普遍金根比较粗壮 如果说我们以一些高口感 番茄为主的啊 那么建议呢我们农户啊 在种植的时候啊 可以适当性的啊 进行密质 因为这些品种 进而呢相对比较迁徙啊 那么第二个方面 就是关于地膜的一个选择上了啊 咱们农户啊 可能在种植的时候 对地膜这块呢 不太讲究 实际上呢 如果说我们是在冬季种植的时候 我们一来呢是为了提高温度 第二个呢是为了提高 这个光料的利用率 那么建议咱们农户啊 在冬春季的时候 建议呢可以多去采用 啊这个两面啊 就是上面的是银色 底部呢是黑色 黑色的朝下 银面的朝上 这样子呢在冬季 更有利阳光的反射啊 以便咱们番茄能够吸收 更充足的阳光 还有一点呢 就是关于这个肥料的选择 大家知道啊 就是说番茄呢 在整个生育期 实际上对钙 以及棚的要求呢 是特别高的啊 那么我们呢 在使用底肥的时候啊 除了会使用有机肥料啊 包括一些负荷平衡肥料等等之外呢 我们还会配合一些钙肥 以及棚沙啊 好了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朋友们大家好啊 马上呢 再有半个多月到一个月啊 对于一些春玉米的种植呢 就要开始了 那么不管我们去种植一些春玉米 或者是是卖茬这个玉米 可以说呢 除草剂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玉米除草剂啊 到底呢 我们应该是在苗前去用呢 还是说是苗后除草剂效果会更好一点 我们和一些 种植玉米的一些包裕大户呢 也沟通交流过 原来呢 这部玉米种植大户啊 为了图一个省事儿 省功夫 省人工 所以说呢 往往呢 刚开始都会去选择一些苗前的除草剂 但是呢 经过这两年啊 就是说玉米呢 正好我们播种以后啊 比如一个干旱的天气 第二个呢 就是说高温的一个天气呢 就会逐渐的温度呢 上升就比较明显了 所以说呢 对一些除草的效果呢 反而并不太理想 结果呢 就导致要出来以后呢 往往到这个四个样以后 咱们能 这部玉米大户呢 很多呢 又会去重新的选择 描绘的除草剂啊 现在是二次使用除草剂 所以说呢 结果一算账呢 感觉是 不太划算 这部玉米大户呢 现在呢 已经普遍的倾向了 就是直接描绘 去使用除草剂了 描前除草剂 如果说咱们能够使用得当 比如说这个用量上 包括土壤的湿度上 包括温度上 相对比较合适的一个情况下 描前除草剂效果呢 会更好一点 但是呢 经过这几年 这个天气 这样的一个变化情况 可能呢 很多的描前除草剂效果呢 并不可能达到咱们 理想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 就要求呢 咱们农户呢 可能会选用描后除草剂 会更多一点 所以说呢 如果说是咱们 重新大户 建议咱们农户呢 就不要再选择 用苗前除草剂了 可以直接信呢 就是玉米呢 出苗以后 四个样 开始到五个样 就开始去喷扫苗后除草剂 我认为这样子呢 做到了是既省工夫 而且呢 又省钱 又省力 如果说呢 对于一部分散户 家里面有个吉母剂来讲 为了省工夫呢 可以采用苗前的一个除草剂 这样子除草效果呢 才能够更好一点 假如说苗后呢 再次呢 发现有这个杂草 出现的一个情况下呢 可以同时呢 再结合苗户的一个除草剂 一会用就行了 欢迎们 大家好 本期呢 我们要见面了 这期啊 我想和咱们朋友们 去聊一聊 关系咱们农户 在购买尿素 在购买尿素的时候 所需要去注意的一些事项 怎么样去挑选到 比较适合 自己去用的尿素 现在在市场上 常见到的尿素啊 是这种 白色颗粒状的这种尿素 是最为常见的 那么问题来了 有些农户呢 说现在呢 市场上出现了一些 绿颜色的 也有像黑颜色的 这个颜色呢 是五花八门 有一部分农户认为啊 像这种绿颜色的尿素 或者是黑颜色的尿素 和这个 咱们平常这个白色的啊 这种尿素感觉是 没有什么区别 认为呢 厂家就是为了一个 夸大宣传 价格相对来讲呢 会比这个 普通这个白色的尿素呢 价格会略高一点 首先呢 大家知道啊 我们普通的这个尿素啊 持药期特别的短 更何况呢 我们在一浇水以后呢 这个氮元素呢 它又会进行 渗透到土壤中 所以说呢 不能够被咱们这个 作物正常的 完全吸收 这就导致啊 咱们普通的尿素 利用率呢 是很低的 很低的啊 那么谈到另外一个 带颜色的这种尿素 是怎么一个回事呢 首先要选择一个 大肥料厂家 不要去选择一些 小的肥料厂家 那个呢 可能是给你加入了 纯颜色的啊 一个变别 它就把这个附加值啊 把这个价格给你提上去了 我们呢 一定要去选择一些 大的厂家 一般比如像绿色 或者黑色 这些呢 比如说厂家 它在 这个尿素的时候啊 它加入了一些 比如像 蓝基酸之类的 腐质酸之类的啊 或者说是像一些 海藻类的 这样的一些物质 它才会呈现 像一些黑色呀 或者是像一些绿色啊 这样的一个 一个颜色状态存在 那么这部分 加入 氨基酸 海藻等等 这样的一些物质以后呢 首先我们经过使用以后呢 它就可以来降低 一个氨气的挥发 第二个呢 就是说具有一部分 缓湿的作用 同时呢 又能够 有个延缓 咱们这个土壤的一个 氮元素 一个渗漏 这样子的氮水的利用力呢 就会更高 相对来讲 这一杯 就要顶两杯 这样的一个普通妙素了 这个呢 指的有一个前提呢 是在大厂家 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好了 希望咱们农货 在购买之后 第一个认证大厂家 第二个 相对的 这种市场价位 大概一斤呢 是在一块二 到一块三之间 那么 这种市场价位 一块儿